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香港WiFi 6E 终于开通了 最近就有一套Mesh WiFi 6E System Netgear Orbit RBKE963 声称是当今规格最高 今天就和大家一起开箱 看看它有多厉害 一套三个Netgear Orbit RBKE963 会和Netgear之前推出的Obit Mesh Wi-Fi系列一样 有齐主机和卫星分机 而今次这个系列就有一只主机和两只卫星分机 三只Obit外观上其实都是差不多一样 只不过主机的Walter机背上 就会印有一个黄色10GB RAM的Port 连机身上也有一个预设了的SSID的贴纸 大家可以透过贴纸上的QR Code 就可以直接接到WiFi 主机的机背还有一个10GB RAM否 你没听错是10GB RAM 与大家在市场上看到的1GB RAM是不一样 这款Walter最高可以对应10GB光纤宽频服务 究竟香港有没有10GB的宽频服务呢? 答案是有的 网上行就为大家提供了这类型的服务 就算如果你没有10GB的宽频服务 这款10GB的MultiGB RAMPort 也可以向下兼用到2.5GB又或者1GB RAM 即是说如果你只有2.5GB又或者1GB的宽频 都可以用到这款Walter 而10GB的光纤宽频是未来多汇的大趋势 而8GB串流和智能家居的应用也会相当普及 买定回家其实都差不多了 不过科技产品也是那句 早买早享受迟买便便宜多几个 之后就要和大家一起看看主机的Walter 和卫星分机都各自有一个 2.5GB per second的MultiGB RAMPort 宽频入口就连接了一个10GB RAMPort 也可以确保了不会和其他装置 一起去争夺这个2.5GB的Port 令NAS主流主机版和电竞不电 都可以用得到这个2.5GB RAMPort 速度亦会比Gigabit快成一倍有多 而市场上的Mesh系统亦会比较少见到 除此之外 每一款Orbit都会有3GB RAMPort 确保用间有足够的Port位去插线上网 今次这款Gear推出的Orbit RBKE963 是全球首款4频Mesh Wi-Fi 6E 系统 究竟4频代表什么呢? 它代表的是一条2.4GHz 两条5GHz 和一条6GHz的Wi-Fi频道 那么多条Wi-Fi频道又有什么用呢? 其实我们实际上找得到的Wi-Fi频道只有3条 还有一条就是Netgear 独家专利 独立专用的回程技术 专门用来在主机Walter 和卫星分机之间作为沟通桥梁 有了这条专用回程之后 就不会分薄用来上网的Wi-Fi频道 有人又会问 为什么不用6GHz 那一条作为专用回程呢? 那会更加快 其实物理上5GHz 是比6GHz的低频 传送距离也会比较远 穿墙的时候信号也会比较理想 在建立Mesh Wi-Fi系统之前 其实主机和分机之间也可以放得更远 以及位置上也会更加有弹性 另一方面建立Mesh Wi-Fi系统 只应用5GHz的频段 完全就不会分薄了Wi-Fi 6E 6GHz的频段 等大家可以连接到更多支援Wi-Fi 6E的装置 同时可以极速上网 Netgear Orbit RBKE963的Walter 总频室高达11000Mbps Walter里面更加加入了12条高效天线 可以令到总覆盖范围高达9000尺 最高可以连接200部不同的装置 如果三层村屋住了 装一套可以够你打冲整栋村屋 Wi-Fi 6E究竟可以有多快呢? 给3秒大家猜猜 其实最快可以高达9.6GHz 即是说在最理想的情况下 其实可以连接和用尽10GHz的宽频速度 其实最主要就是因为Wi-Fi 6E 可以连接7个不重复不互相干扰 有信号的160MHz高速频率 而且本身Wi-Fi 6E 就比现时主流的2.4GHz 和5GHz的干扰更加小 即是说好像一部跑车那样 可以无障碍全速行驶 开Zoom 打机 8K寸流 VR又或者AR 一样可以很快 其实用到Orbit的Apps 也可以很轻松地用得到 GearOrbit RBKE963 建立了Mesh Wi-Fi网络 在卫星分机安装位置 大家可以留意机身发出的灯光 蓝色就代表与主机连接了 而且稳定正常 就算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 去连接Wi-Fi router Orbit RBKE963 更加设有了4个Wi-Fi SSID IoT和Wi-Fi6E装置 专用的Wi-Fi名称 相对上其他市面上 大部分的Mesh Wi-Fi产品 只有2个Wi-Fi名 而今次这款更加可以贴合用家的需要 不需要烦恼如何进行管理界面 又或者将不同的频道加入不同的SSID 用家可以自定义4个不同的Wi-Fi名 Home SSID 全屋的所有主机和分机都会用得到Wi-Fi名 可以大致全屋无逢万有 Gas SSID 主要是用给访客用的Wi-Fi 可以避免访客接触到我们的内容网 而我们特别要和大家介绍一下IoT SSID 由于很多比较旧的IPcam 又或者智能家电 只能支援到2.4GHz的Wi-Fi 不支援5GHz 令到很多智能家电 都很难可以统一地用一个SSID 其实都会很麻烦 而今次Obi的RBKE963 就新增了IoT专用的SSID 可以设定去只发放2.4GHz的Wi-Fi 又或者是只发放5GHz的Wi-Fi 又或者是同时发放2.4GHz和5GHz 就可以确保了任何智能家电 都可以用旧装置一起去完美连接 当然还有Wi-Fi 6E SSID 买了Wi-Fi 6E Mesh的朋友 当然希望可以连接Wi-Fi 6GHz 用浏览器去到Leggear的Obi 登入专页设定 整个过程亦都相当简单 相比起其他产品 RBKE963 除了可以确保了6GHz的频段 作为专用的装置之外 更加有Wi-Fi 6E SSID 当用家的Wi-Fi 6E装置 连接了Wi-Fi 6E 专属的SSID之后 可以确保了任何时间 都会连接着Wi-Fi 6E 不需要担心走远了一点 就变回5GHz Wi-Fi 6E 只支援WPA3的加密贴定 连接上网就会更加安全了 如果大家对于这个产品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 最后请大家subscribe 和订阅我们这个channel 按下个钟仔 下一条片就会自动提大家去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